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来获得这种将者 这种旅行 在这种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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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呢 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的 那些人 对象 里面是挺有力的 在这种旅行 都没有 只是存在 在这种旅行 这个三次勾气 在这种旅行 你也也就是 那么多分 在这种旅行 在这种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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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个人的信心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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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是遣除无有世俗的过失方面的争论 首先就是辩证和大辩分两个方面 首先对方是这样讲的 他这里有两个辩论 那么这里第一个辩论就是说 如果没有世俗的的话怎么会是有二的 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在整个世间当中 在万事万物当中 无论是自生他生还是共生 从几个方面来进行破续的时候 一切万法不会产生的 不生也不灭 不长也不短 不来也不去 我们经常不依不依 不来不去 以这种破八边的方式来觉得的时候 一切万法都没有产生 既然没有产生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世俗的这些万法都不会产生 这样以后所有的这些现象全部都已经隐谋了 如果我们世俗的这些现象没有的话 那所谓的生意地也不可能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生意地就是现在世俗的真相 这样以来 那你们宗观派也好 你们大乘佛教怎么会是有二地呢 你们所谓的二地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二地没有的话 你们有些论典当中说是 如不一数地 不得第一地 有些论典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有些里面说是有明言地为方便 生意地是方便生等等 就是有二地之间的关系讲的也是非常多的 那这种说法全部都不合理 全部都不合理 对方给我们提出这样的观点 按照堪布肯沃尔的一些解释 很多论师的一些解释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以间接的方式来对它进行回答 怎么样回答呢 虽然从生意当中来讲 就是没有世俗地的原因 生意地也不存在的话 我们都应该可以承认的 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害怕的 在生意当中 来自涅槃底下的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 在生意当中抉择的时候 全部都是不存在的 甚至真正的生意地的智慧空性的真理 也在那个时候是不用承认的 那么其他的任何法 不承认也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说 我们在抉择真理的时候不能承认的 然后抉择现象的时候应该可以承认 所以对方给我们提出来的第一个泰国 就是不存在的 可以这么说 然后再来接受了怎么办 但是我这就是这个人的 所以说我来接受了两个泰国 所以我这就是大家来接受的 那么这条李先生 都不送了这条路 就是区别的 但是我来接受了 所以我可以接受我的 就是这个人其身材 我又这么说 这条路的人 不认为能够有什么 只有军 tar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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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世俗敌如果是应他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 所谓的世俗敌按照众生的分别性来安立的 因为我们有了分别性的时候 其实外面的一切色深香味的法也好 或者说我们众生面前清净不清净的 各种各样的形象应该是存在的 如果一切现象是我们分别性来安立的话 那对方认为分别性是永无知境的 如果分别性没有间断呢 外面所有的包罗万象各种各样的现象也不会消失 如果这些不会消失的话 那么所有的众生永远都是不能得涅槃的 尤其难道能涅槃吗 就不可能涅槃的 为什么不能涅槃呢 因为分别念没有净外面的现象不净 而分别念不可能用净的众生是无量无边的 那这样以后你们达成佛教虽然说是一切众生可以撑破的 但现在看来外面的法永远都是不能灭净的 不能灭净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分别性不能间断 奖細宜 奖細室 有所在一切众生的 想说是自此的 这些东西 工资格 他们都被给予出这种 确定 我 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则有非故无事说下面今天论师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 当然有些论师认为是前面的两个问题 耳地不存在和众生不可能得涅槃 这两个问题一并回答这样解释也可以 实际上一切万法都是无生无灭的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由于众生他业当比较深重 对这样的真相并没有证悟到 就是有了各种实质 亡念 分别 所以说在这些众生面前 我们安理世俗地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如果有了世俗地的话 那么对他的真相 空性部分安理为生一地 这样一来我们没有二地的过失也不可能有的 也可以这样说的 然后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因为我们所有外面的现象 其实是由分别念进行加历的 这一点我们佛教完全是承认的 但是这种分别念并不是真正的他的实相 有些众生他没有遇到三知识 没有遇到大乘的佛法 让自己的因缘各方面不具足的话 他有种种的分别念 然后他特别地去执着外面的相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说 虽然这些世俗的部分都是假的 是分别念安理的 是假力的 可是作为有些成就者 有些证悟空性者来讲 他并不是他自己所显现的世俗 前面我们引用了《如中论》的讲义 此中有如一觉为乃至微觉三皆有 因为这个梦没有收信过来之前 他对境也好 由境也好 然后当时的执着方式 这三者都是完全存在的 然后若以聚后三费有吃水今后业如是 如果你已经觉了以后 刚才前面所讲到的三者都没有的 让我们众生无始以来的 成立在这样愚痴的睡梦当中的情况 也完全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有些人真的是对觉悟完全是不想碰的 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在这个道理呢 你应该在身边的几条 estaba以后再说不应该是一件个宝宝的 然后我们已经有过一整理 那么没想到 我会 imaginar 我们能够了 我们来 found that 专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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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 遣除分析不合理 就是前面的辩论和我们的回答分两个方面 那么对方的辩论是这样的 分别 所分别 而则相以存 能分别或者是能观察的心 我们现在就是一切诸法是不是空心 每天都是去通过各种推理的方式来进行观察的话 这叫做能分别的心或者是能分析的心 也可以叫能观察的心 能观察的心和还有所观察的对境 所观察的对境 摄身相为为主的 来自一切如所有的一切万法 作为我们观察的对境 那么他这里说是能分别和所分别的这些观察的对境 是不应该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互相观待的 互相依存的 互相依存的话 当然大家也知道 彼此此岸不存在 彼岸不存在 这边不存在 哪边也不存在 左不存在 右不存在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那么能分别不存在 所分别也不存在 能观察不存在 所观察绝对不可能有的 这样一来 他们对我们进行辩论 说你们这个宗观虽然说一切万法是不存在的 但是一切万法不存在的话 其实这种说法是没办法抉择的 为什么呢 所观察的万法和能观察的你们的智慧 互相都是依赖的 互相依赖的话 那么凡是依赖的法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的话 那么你们用什么样的智慧来观察什么样的法 因此你们中观大乘派 大乘中观派 所所的抉择都不合理 对后跟我们进行这样的辩论 我们也认为官方 kabul二要 尔兰兰兰兰允据更 också 就是10月一定要提高 在他说的 Suff饭上 neutr Disease 冴病 benefic出 ug、只有198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么下面我们回答这次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抛弃 那么第一个能分析不需要持有 你们这个有始统是不是认为是 能观察和所观察能分析和所分析的智慧和对境 认为是持有的 但是这个持有不合理的 这个是不需要持有的 我们现在安立中观见解的时候 这些都是不持有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建立的 就颂词当中这样讲 十古诸观察皆以十功成 我们现在建立宗派 宗观音声派一般来讲随身世间而安立的 随身世间而安立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 就是你们有始统所承认的那样 一切外法都是需要持有的 那持有的话这是不常理的 因此我们都是应该建立随身世间的理念 然后世间上怎么样承认 我们也是怎么样承认 如果你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进不去任何观察 不管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生主灭也好 或者是好坏 富贵 贫穷 以及高尚 地下等 一切这些现象的法都没有可靠性的 经过观察得出来的 一个法也是没有的 但是世间上的人们如果承认这些是存在的话 我们也是跟着世间可以承许的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说了 就是说世间与我争 而我不予世争 世间所有者 我也随所有 世间所无者 我也随所无 在《三律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一切世间的真相不存在的 但是随身世间我们也承认 应该这些万法在家乡当中是存在的 那么这样一来按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说 对佑世众面前也是说 我们现在这样举则 其实是随身世间而说的 随身世间的工程来讲 我们应该说是这个 虽然没有世友 但是能观察和做观察的这种法 在名言当中是可以承认的 这样承认也是没有任何的过失 不但没有过失 而且我们具有实质心的这些众生 面前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观察 能观察的智慧 如果这种智慧都没有 那么我们世间的这些可怜众生 整天都是在无理云内 一直对实质的网当中是没有办法发出来的 感谢您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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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若需要则有泰国 如果对方承认智慧 或者能观察的需要是实有的法 那有很大的泰国 当然下面的颂词有很多讲义里面是对方的观点 但是我们无诸佛萨 这个也是作为我们的观点来进行对别人发太过 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我觉得两方面都可以解释 以前我们讲的时候 把它当作有始终的观点来说 如果有始终的观点来说 那么分析的智慧进行抉择空性的时候也需要再一个智慧 这样以后最后都变成无穷了 这样别人对我们发太过也可以 但是我们在这里是这样说的 如果需要是实有的话 那有很大的过失 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由我们的空性智慧 以我们的分别念 或者我们现在能抉择的智慧来进行抉择空性 探究空性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如果你们对方所承认的那样 这个智慧也是要实有的东西 然后智慧所抉择对境的一切万法也是实有 能观察和所观察都是需要实有的话 那就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所观察的空性要知道的话 应该用一个实有的智慧来抉择 要实有的智慧来抉择的话 那么这个智慧能不能观察对方 也需要另一种实有的智慧来进行抉择 然后这个智慧到底是不是真正能不能观察对方空性的这种理念 然后我们需要第三个智慧 这样以后的话 如果是实有的东西 应该是有无穷的过失 而不实有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过失 因为名言当中只不过是一种限而无自行的 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也是就像种子生不起来苗牙一样 观察的过程当中 一切万法也是得不到的 而没有观察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迷乱面前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说 我们对别人法太过的时候 你们如果认为空性也是 或者说空性的这些法也是实有的 能空性的这种智慧的抉择法也是实有的话 那就是不合理的 应该有无穷的过失 其实这样无穷的过失 我们任何智者也是不可能程序的 因为我们一旦真正通达一切万法是无有之心 像虚空般的境界的时候 一切法在这种境界面前是没有的 sor嘞的恩怜 您让人 starting聞说 你告诉我你们这种症状istle轨迟 在你 swo bet save 然后再舆迟 小别 首先要担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第三个问题 就是未分析也成立空性 那么我们没有抛弃 没有分析的时候 其实一切万法的真相也可以成立空性的意思 刚才讲了所分析对境的法进行剖析的过程当中 其实能分析的智慧和所分析的万法的空性 这两者应该说是互相灌待的 互相灌待的一旦我们知道所分析的法 就是对境的法直到空性的时候 然后观待它或者依赖于它能分析的智慧一定会是空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之间有观待相依 就是观待相依 那没有依靠的原因呢 它肯定会决罪为空性的 这个龙龙菩萨的出世当中 也是好像记得在法正法子所翻译的三界密语书吧 一二 决定同幻世 意思就是说 我们能了知外境的这个世 就是眼耳鼻色也好 意识也好 这些世是幻化一样的 这是谁说的呢 这是日清释迦牟尼佛 他在有关的大乘经典当中说的 然后通过知道世是幻化 没有世之呢 然后它的这种对境 所缘指的是对境 对境的话也完全是没有实质的 所以说这种观察方法 我们很多人会不会推理 大家还是应该想一下 每一句你自己心里面 哦 是 对 应该是这样的 自己心里面产生特别强烈的信心的话 说明你对这个法语已经动了 如果你觉得说法是这样的 但是到底是不是这样 这些好像一点触动都没有 就不能大动自己的心的话 说明你对这个法的法语还没有听懂 如果你没有法语听懂的话 那当然我们只接受一个文法的功德而已 所以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佩礼 说之不存在 就是有之也可以说是有境不存在 总如说之非有过 因之内时也非有 好像在《约成论》是《入中论》当中讲的 总而言之它说之是不存在 因为前面通过大量的闭幕 觉得说之不存在 因为说之不存在的原因 我们各位应该了知 它所谓的能知也决定不会存在的 还有比如无心则无火 也是《入中论》当中讲的吧 比如说对境的心才没有的话 就是关带它的火 不可能存在的 就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要知道 是我的岩石对境的白色的墙壁 白色的墙壁没有的话 我执着它的白色的岩石 也可以说是岩石不可能存在的 这两种是关带的 这样以后 刚才有时钟给我们发得太过 你们的诱经又需要第二个诱经 又需要第三个诱经 这样以后也要有无穷的过失 这种说法 这种过失也没有的 或者是我们今天对方所说的那样的 能分别和所分别是互相关带的原因 因此你们的这种智慧不成立的 这种过失也没有的 所以你如果这个推理完全都是明白的时候 就知道中观里面所觉得的空性的背景也好 能觉得的智慧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最后自己也是知道 无缘是最极灭 我们前面本论当中也说了 无缘最极灭 最后到达无缘最极灭的境界 不是很困难的 好 谢谢大家 等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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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